這一件事情呢 哇 大家覺得說是不是 這個feel好像有點熟悉呢 怎麼回事啊 就是這一天喔 被爆料說 這個專機撕焰案出現了2.0 是不是 因為網路上呢 出現了一份消息文件 被認為說 難道呢 除了撕焰 現在還出現撕酒的情況 而且呢 疑似是跟蕭美琴有關係 而且被爆料說呢 這件事情好似有特權喔 怎麼回事呢 我們來看到了 這是一份匿名的爆料在爆料公社上面 他怎麼說呢 他說專機撕焰案在線 這次是通過外交部禁撕酒嗎 戰貓原來最貴重的東西是酒啊 這個呢 是不是走私這件事情 我們來看到外交部的這個函喔 上面寫什麼 主旨呢 特別寫到了說 有關呢 這個前駐美修大使美琴要講 蕭美琴呢 要調返回台灣嘛 這個海運的過程當中呢 有一些自己的用品啊 這個呢 請通關的部分呢 要幫忙一下 請會與協助 然後呢 這邊下面呢 這個說明欄就特別講了 內涵自用酒品 好 裡面呢 特別說呢 就依照這個政府派駐國外人員 任滿調回攜帶自用品的辦法規定啦 後面呢 這看起來都沒什麼問題 對不對 到這邊 準與免付煙酒進口業 許可執照銀本提領及免辦理 進口酒類衛生茶業 並與便利放行 這幾個字出來了 關鍵字一出來 大家覺得事情喔 沒有這麼單純喔 另外還有一個呢 這個是財政部的函喔 直接呢 受文者是外交部 相關的也是類似 然後呢 這邊呢 是講說 這件事情呢 這個應該要請查照 好 就被講到說 這個難道沒有走私的問題嗎 難道沒有走私的疑慮嗎 還可以發個函 特別說呢 這個便利放行啊 這個能放就放的感覺 是放水嗎 這有人就說了 這到底是要搞消美情了 還是呢 這個即將上任的吳明組長 還是呢 不停升官的林部長 好 到底問題出在哪裡 整件事情呢 媒體現在大家也大蝙蝠的在報導 大家都在關注 這件事情呢 就被認為說 這個外交部文件 到外網上洩漏了 這第二批資料呢 再度被PO上網 被認為目的性很強啦 揭秘讚貓當選之後 透過外交部要求由官務署呢 免於私酒茶宴 外交部財政部現在都是在協助辦理嗎 好 這邊呢 這個不用細看 但是大概給大家看一下 泱泱灑灑灑這麼多 裡面呢列出來 有人說一個公文 難道不能P圖嗎 但是這個裡面呢 酒類清單 右上角都跟你寫了消美情 然後呢 感覺這樣子乍看之下 好事呢 就是他帶回來的這個酒的品項 當然呢 這件事情還有帶進一步的調查嘛 因為目前外交部說啦 外交部說了這個網路消息文件的來源可疑 認為說這個好像有 不確定是不是真的 所以呢 外交部正在查驗中 如果有回應呢 還會再提供 來給大家做參考 但是呢 我們來看到了這個 新黨的副發言人呢 游志斌他就說了 請問這樣的行為合法合規嗎 駐外人人員回任就可以享受 這個不符規範的特權嗎 外交部 財政部 要不要給他說清楚 講明白啊 這個你當然要從這個駐美代表 然後呢 回來台灣 因為你是準副總統的身份 然後520即將要上任 你要返回來台灣 這當然沒有問題 可是你帶回來這麼多的酒類 居然還可以特地寫個公文 讓他們呢 可以能夠比較簡單的 比較呢 放水式的 有這種異味在裡面 讓他放行 裡面這些酒齁 洋洋灑灑超過20多瓶 立委質疑說 這個沒有報關稅 到底算不算走私了啦 蕭美琴辦公室呢 就說 一切以外交部的說法為主啊 外交部呢 又說這個文件來源可疑 現在呢 還在查證當中 所以一切只能靜待調查結果了 蕭美琴她現在都還沒有就任副總統 就懂得怎麼運用特權 去做對自己有利的事情 那未來實際上掌握權力那還得了 而且所謂副總統有刑事豁免權 那應該是當選以後啊 現在只是一個當選人而已 他要帶國外東西進來 居然都不用查 那不是還好 現在只有24瓶 如果是240瓶 那他是不過就是一個 政府授權合法的一個走私商了嗎 那另外蕭美琴 你24瓶酒的關稅 你都要省 那代表說你這個人是不是 一個非常貪小便宜的人啊 一次進來這麼多的酒 是要課關稅的 外交部以及蕭美琴 有必要對外界說清楚講明白 到底這瓶酒有沒有課關稅 看起來是沒有的 他有必要說明清楚 所以如果沒有的話 那就是走私的酒 跟108年的走私的煙如出一側 大使回國還是必須給予適當的尊重 因為看這個數量還有品項 看起來像是在外交上尚未使用 或者是接受的外交證理 如果不是用外交或者情報預算去採購 然後轉為自用 其實看起來都還算是合理的範圍 現在剛剛看到的那個新聞焦點 這個想要怎麼樣 就只要發個函就可以了嗎 現在也有一個很嚴重的事情 就是我們潛艦國造 既然要國造 如果真的去牽涉到了洩密的話 好問題可就大了 那真相到底是什麼呢 現在又發現了 有這個進一步的信函 有這個外洩曝光的情況 這是什麼回事 有媒體又報導了 潛艦國造的交集人黃曙光呢 他就署名機密寒見 說是有遭到外洩的情況 好這個部分呢 就會希望說怎麼樣 承攬商呢 把這個海昆前艦呢 可以做如期交艦的動作 那麼我們來看到了 現在這個時間點狀況如何 4月16號的進度 就是專案小組召集人 黃曙光他就請辭了 然後呢這個4月19號 就我剛剛所說的這個海昆號的 催貨信件被外洩的情況了 好這整件事情呢 我們現在看到民進黨立委王定宇 他怎麼回應的 他說啊這個是商務往來的信函 他說沒有裝備的數量 沒有數字也沒有日期 所以呢這個內容不屬於商業 不屬於機密範圍 他說目前流出管道呢 還要了解 但不算是泄密事件 好所以呢工方部怎麼說 信件呢這個屬於商業信函 內容要求外商要盡速交貨 但是呢因為沒有涉及到規格參數 那就不算是機密範疇 這樣子的說法 如果你要說 並不會影響到我們 繼續我們的這個潛艦國造 然後並不會讓我們呢 重要的參數被洩漏出去 好你從這個角度來說 你可以認為它並不是機密範疇 但是呢有沒有洩密這個舉動呢 有沒有真正的機密 就我們先不要管說機密 是不是真的流出了 但是呢確實是有這樣子的風險 跟可能性存在嗎 那要不要查那當然要查 然後呢就業內人士就講說 這個其實也有可能喔 是美方這個協力廠商喔 在過程當中不小心外流的 那如果說今天是因為美方有關 所以你就不能再進一步的深究下去嗎 好現在呢也包含了喔 就被擔心說呢 這個顧力熊就已經被點名嘛 說要來這個接任國防部長嘛 有這樣的說法 那這樣子的話 他是不是要來好好的監督一下 要不要好好的來追查一下 這個事件的本身 本質到底怎麼回事喔 我們來看到了這個 尚昌君呢就想說呢 他說啊前進國造 本來就有他的困難 各國系統呢就在這邊整合 那是很困難的一件事情 那這個問題當然是有貓膩啊 即使顧力熊來喔 沒有什麼用啦 幫助不大啦 整件事情呢如果說真的是有人在搞鬼 或是真的有人呢 把這個消息給帶出去 放出去 那這樣子的話呢 是不是顧力熊一個人 可能差別不大 好郭政調也說了 賴清德用顧力熊當國防部長 政治上意味著 顧力熊要來監督這件事情啦 既然是國防部長 那有先密問題 錢錢國造也大事情耶 當然國防部長要來解決啊 他說賴清德有潔癖的啦 這個以後對錢錢國造會有更嚴格的介入過程啦 所以在這個部分呢 現在被認為說 責任到底應該在誰 是不是應該好好的來查清楚說明白呢 好 錢錢國造專案小組負責 那個召集人呢 我們來講到說 剛剛講了這個被踢爆說 有機密文件外洩的情況 那麼內文呢 裡面就講到說 這個因為喔 沒辦法如期交付錢望鏡啦 甚至呢 是有一些理由在裡面說 因為俄烏戰爭啦 因為通膨的情況啊 要漲價 再一檔質疑說 錢錢國造案呢 是直接向總統報告 專案信件都可以外洩 那我們的國安 是不是出現了非常可怕的 超級大漏洞呢 可以直達天聽 向總統報告的錢錢國造小組召集人 黃樹光 請辭不到三天 就傳出內部文件大外洩 一份由黃樹光寫給美商 前望鏡公司的署名信件 希望對方能如期交付產品 否則將導致海上測試延期 影響其他工藝商的合約糾紛 信件外流引發輿論嘩然 藍軍憂心國安破大洞 就怕還有其他總統級的機密文件 早就被看光光 只有洩漏這些機密嘛 有沒有其他更高階的機密被洩漏 為什麼總統府對這件事情如此低調 然後整個國安單位對這件事情 完全毫不重視的感覺 這個東西如果不徹查到底的話 我們的潛艦乾脆不要照 因為你的機密全部被人家看光光 國防部說信件非機密性質 但攸關我國軍裝備 難道就能隨便讓外人看 國造潛艦每遭造價高達400億天價 美國工藝商還要喊漲價 藍軍怒哄根本把台灣當盤子 這是為什麼量產型的價錢會如此之高 這根本就是被人家當盤子耍 而且還是自己心甘情願的 是不是有人在中間上下起手 你也獲得一份利益 我覺得這一切都要徹查清楚 外交部也被踢爆 機密文件被放在暗網上兜售 第一時間外交部喊說是認知作戰 內部到底查了沒 他都還沒有查 檢調沒有介入 怎麼馬上就甩鍋 也顯示出外交部隊暗網 完全的訴訟無策 那更好笑的是 我們還成立所謂的訴發部 事實上證明 根本就成立一個廢物部而已 新政府即將上任 但出包的外交國防 舊瓶裝新酒 顧立雄接管國防部 吳釗燮轉任國安局秘書長 機密資料安全漏洞 如何上進發條 520後就看新的賴政府 能不能重拾國安信任 記者張宥慈王志恒台北採訪報導 針對媒體在網站上面說 暗網兜售疑似相關文件的事情 建於網路索圈的文件來源可疑 並且涉及了境外變造偽造 還有操弄政治作戰的惡意 外交部呢 將會跟相關的機關來協助來調查 那麼呢 這個至於駐外人員任期滿的時候 要調回國內攜帶的這個自用物品 包含自用酒品這樣子的事情呢 都是依照財政部的政府派駐國外人員 機能正常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他 稱他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特菲爾醫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慫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要 有積極的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醫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不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有額外的折扣 早稍為好 請不要忘記 請多久 flagship做小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